这天,红红网店的男友阿宽提出了见面,红红有些慌,因为他和阿宽是有戏离认识的,所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见过面,最多也就是互换照片而已,见红红不是很想见面的样子,阿宽就开玩笑的说,你给我的照片该不会是批过的吧? 其实呢,红红给阿宽的照片不仅是批过的,分明就是诈骗,因为红红的皮肤不是很好,脸上全是麻子,并且他的长相很老气,二十多岁的小姑娘看起来像四十岁的中年人,所以红红随便在网上找了一张美女的照片就发了过去,就在红红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,一家解油馆出现在他面前,咦,奇怪了,之前没有见过这家解油馆的吧,是干什么的? 红红很好奇,就走了进去,开门后,一位大叔接待了红红,欢迎光临姐油馆,无论您遇到什么烦恼,我们都能帮您解决,是吗?那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瞬间变漂亮?红红无半信半疑地问,大叔说有的,说完,大叔就从柜子里翻出了一面镜子,这是一把有魔力的镜子,可以瞬间改变你的容貌,红红听了,觉得不可思议,大叔继续说,他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,你拿的镜子, 正对着自己的脸,然后在心里默默想着某个人的脸,你就能变成那个人的模样了,大叔还表示,解油馆开业筹兵,所以这个镜子可以免费送给红红,如果用的满意的话,可以多向朋友介绍介绍这家解油馆,红红高兴坏了,立刻就收下了,回到家后,红红就按照大叔说的方法,开始尝试了,他将镜子对准自己的脸,心里一直想着 发给阿宽的那张美女照片,下一秒,奇迹真的发生了,红红的面容真的发生了改变,变成了照片中的那位美女,隔天,红红就准备去赴约了,走在路上,不少男生都为之侧目,这是红红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,和阿宽碰面后,阿宽非常激动,因为红红本人要比照片好看一百倍,之前还握红红批照片呢,真的是不好意思, 两人聊了几句后,阿宽发现红红的脸上,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小痘痘,红红健壮,急忙逃进了卫生间,奇怪了,好端端的,怎么会长痘痘呢?难道说那个镜子是有时效性的? 第一次约会,千万不能搞砸了,于是红红就从包里拿出镜子,又将自己变美了一次,从卫生间出来后,红红觉得很不好意思,并笑着说昨晚没睡好,刚刚进去补了一点妆,但阿宽觉得红红好像欢了一个人, 因为他刚刚不是这一副长相的,这时,阿宽看见红红的包里有面镜子很古怪,因为这是一面很老式的镜子,买都买不到了,就别说有女生会用派了,阿宽很好奇,准备伸手去拿,红红健壮,急忙喊了一声别动,结果红红的惊叫声笑到了阿宽,阿宽一个没拿稳,将镜子掉在地上,摔得七零八落,然后阿宽扶下身捡起了一个碎片说,就是一面普通的镜子嘛,没有什么特别的,下一秒,阿宽惊恐, 发现红红的脸居然也碎掉了,就像刚刚碎掉的那面镜子一样,更恐怖的是,红红的脸恢复了原样,并且他的眼睛和眉毛居然和阿宽眼睛眉毛互换了,因为刚刚阿宽捡起镜子碎片的时候,刚好对应的就是他的眼睛和眉毛,现在红红和阿宽都是一张破碎的脸,而且他们彼此拥有对方的眼睛和眉毛, 简直就是天生一对了,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,电影娱乐,与你解忧,下次再见